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后面就是我们芙蓉二的宿舍 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市里去搞调查什么的 到我们夏大几次 包括去夏大图书馆借书 包括到我们经济系座谈 他就直接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副中二 他就说单位分了两份月饼 他说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 我就给大家送来 大家上学远离父母远离家乡 都非常不容易 大家共同的一块吃个月饼 也是解一下思乡的心情吧 因为在我们学生的心目中 副市长这是个很大的官儿了 但是又很年轻很亲切 对我们特别好特别关心 到现在我们好多同学也是记忆有心 人们是一种有心 人生的爸爸 你不是说我活着 你是不是有心 在我活着 你怎么办 他就会不会的 你��忍着 我活着 你也被他感到 你活着 你的美食 那是为我活着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再过几天呢就是中秋佳节了 每逢佳节贝斯钦啊 我们这次来美国 也给大家带来一点家乡的月饼 请大家品尝一下 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 一声不响 龙鸟一转 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 在硬实触变中不断升华 积奠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